大家好,欢迎回到外子学院 很高兴大家收听我的VUZ.js讲解 我是一个贴心讲师 讲完指令它的参注之后呢 我们再来讲一下指令的一些修饰符 修饰符它是以绊脚句号 就是绊脚句号开始的特殊后缀 可以用于表示指令 以特殊的方式来板定的 比如说在这里 我们有一个什么呢 VBland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参数是Half 并且呢我们给那个修饰符一个点 记住 修饰符我们是用个点来跟着的 来做一个特殊的后缀 点 然后呢什么表示像我们的nextra 就是什么呢保持它的原样 对吧 然后呢我们的值是斜干A斜干B斜干C 那么当然就我们现在的这一个例子 修饰符来说就我们现在的这个例子来说 它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它没有什么专门的意义 因为我们的这一块完全可以直接写上Half就等于这一块 或者NGBland就写出这一块 它没有特殊的意义 它仅仅的意思就是什么呀 我的这个斜干并不是除号而是原样输出来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没有特殊的意义 但是我们都知道修饰符它这家引入的话 那要代表上它原样输出 它肯定有它的用途 那么在这里我们只是简单的说明一下 这个修饰符除了这种原样输出 它还有各种各样的修饰符 那么修饰符这一块的话就是内建的 我们会在稍后的课程当中 对我们的修饰符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那么在这里只是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修饰符和参数 它都是指令里面的两个重要的后缀 那么修饰符可以直接跟着我们的指令 也可以放到参数后面 那么参数也可以直接跟着我们的指令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一下 我们的这个参数 一旦有参数和修饰符在的情况下 那么一定一定要先让参数跟着我们的指令 然后再让修饰符跟着我们的参数 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掉过来 一旦反过来 那么我们将会产生一些不可思议的后果 好 那么到说产生不可思议的后果之后呢 大家自己来注意 好了 那到此为止 罗伯的指令就全部讲解完毕